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台北股市今天走出了一个惊奇的一天 在最低跌到17,682点 而且是跌破的季限之下 尾盘几乎收在最高点的位置 外资今天卖了47亿 那过去以往的经验 只要外资卖超 大概是400亿以上的话 几乎都可以看到波段低点的一个讯号 那今天又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了 当然接下来最重要就是说 在两天的交易日就要过年了 你的策略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要告诉你是在过年 这个这段期间 你绝不能空手 绝不能空手 你至少拉到五成以内 五成四成五成的持股去过年 为什么我要这样跟各位投资朋友做报告 马上为投资朋友做解析 好我们先看台北股市今天涨到89点 那增加量2633亿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工程 当然一样还是2330的台积电 那上个礼拜我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台积电来到240块 已经非常的便宜了 本益比21倍 本益比21倍 那在这里来讲 以今年的成长性高达29% 所以说他现在来讲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价值是被低估的 那今天又有Sony 在CIS影像感测器 扩大下单 台积电力多一大堆 我们也不用讲那么多 那上个礼拜我跟各位报告说 台积电来到这个月线的位置 其实绝对是一个你一个很好的买点的 很好的买点 那当然我们也有带会员去买 我们看一下 哇我们之前在台积电整个买了过程当中 我们卖掉 我卖在这一根 在这一根 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报告 这一根真的太长了 而且莫名其妙的 整个往下杀 而且破了五日线 所以呢我在这边六百五十六百六十四块 我就先卖掉了 六百六十四块就卖掉了 然后就等他十字线破了以后呢 我其实就在等这个月线这边 我觉得月线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那在上个礼拜我碰到了月线嘛 所以我在这里来讲 我又把台积电买回来了 再把台积电买回来了 你看啊这是在1月21号 上个礼拜五 2330的台积电 之前在664块的我们获利卖出 目前英美股下跌 使台积电回撤月线附近 642到643元买进 643元买进 那今天当然赚不多啦 但是台积电来讲的话 是你今年一定要持股的一档个股 今年估31块 明年估36块 法征的看法 当然有些看得非常的高 反正外景有看1000块 看900多块的 800多块的 那我认为今年的台积电 740到800块之间 一定可以让你看得到 一定可以让你看得到 那如果说台积电能够涨到这个位置 你说台股今年 我说台股今年是个高档震荡行情 高档震荡行情 你不要说台股美股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 我跟各位报告 有没有用这一张跟各位报告说台股来讲的话呢 其实跟美股相比已经非常强了 你看从上礼拜看我们台股再涨了百分之1.6 你看NASDA指数来讲跌了百分之9点 这还没有包括礼拜五的哦 上个礼拜五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报表的时候就还没有开盘嘛 对不对 你看NASDA还跌了百分之2.8 所以说以NASDA来 NASDA指数来讲已经跌了快13%左右了 废半也跌了快14%左右了 但是你看我们台股来讲 以今天再收回去来看的话 台股这一波根本就以今年来讲的话 跌不到百分之1了啦 因为收到百分之1 今天已经收到17980几点了吧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大盘哦 今天大盘收17989点嘛 那我说起以大盘来讲的话 当然今天连破了中线的中轴啦 西坡中轴 还有这个季线的位置 17756今天都被跌破了嘛 但是你看尾盘马上就急拉 然后急拉 所以说你看他守住了西坡的中轴 17893 178全多了100点 多了100点 你看到上个礼拜的收盘 中轴是没有破的哦 所以你说以收盘来看的话 以收盘来看西坡中轴 这个中线的中轴是没有被跌破的 没有被跌破的 所以说你看到台股能够在美国股市下跌的当中 他在今天而且我们今天来讲这两天欧兵狂的疫情来讲 大家这还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哈所以这里来讲就代表说这里 就台北股市来讲这里来讲是一个很强大的支撑 强大的支撑 那我说三天啊 颈线的位置要站回去 对不对 18000附近 18000附近其实今天来讲的话其实有点站回去的啦 17989 之前的高点是17983跟17986 所以17989其实已经站又回到颈线的位置了 所以如果说今天站上去 明天后天在整个封关前能够站收回到18000点以上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在过完年前这个台股一定是往上涨的 一定是往上涨 为什么我要跟各位报告 来我们重新回到美国股市来看 以美国股市来讲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国际股市 道雄工业指数你看他是这样跌 连续六天收黑黑线 你光一个短线的乖里他一个大幅的反弹 你说有没有机会一定都还有机会 都还有机会 那你看一下 这是NASDAE指数跌得更凶 上个礼拜跌了7.67% 跌了7.67% 废半指数也是一样 都是急速的往下下杀 但反映的就是FED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来看一下货币政策 这里1月25号就要开了 就是明天 你今天1月24号 美国1月25号1月26号的货币政策 大概呢 我们是开到1月20 我们是202526嘛 我们开到1月26号而已 所以真正的结果出来以后 我们其实台北股市已经修饰了 已经修饰了 那如果说 投资朋友你要去想 你现在把这个数字整个记起来 第一个 如果说他3月真的升起两码 真的升起两码 接下来他说他今年可能会升息到三次到四次 他讲的就升息到三次他会后生命 另外来讲的话7月会缩表 如果说这些数字 这些他讲的数字来讲的话 实际的数字都比我刚刚跟你讲的数字都还少了 比如说什么就不好意思 比如说他3月本来是市场预期升起两码 但是他只给你升一码 那今年来讲的话本来大概是两次嘛 后来变三次了 三次大家都很紧张了嘛 那三次来讲的话 他又变成了三次 那后来就三次或四次之间 他没有差过五次或六次 因为现在有人喊到要升息七次的哦 已经喊出来已经七次了哦 那另外最像是缩表的 大家是预期在下半年的事情 他不会升息跟缩表一起动 不可能啦 但是如果说他在往前推的话 那当然股市还是会有压力 但是如果说他跟你讲说 可能他今年9月 9月才会缩表的话 因为其实啊 最近美国股市这样跌 是不是要给货币政策的这些 掌握货币政策这些FED的理事告诉你说 我股票这样急跌 对经济还是有伤害的 虽然美国股市是一个法人市场 但是呢很多投资朋友 尤其是退休的基金 都投注到美国股市去 你这样短线的大跌的过程当中 对这些投资人还是有伤害 所以说你要打击通货膨胀这个问题 你货币政策的拿捏也是要慢慢来 你不能走得太急躁 你说股市 你为了打击通膨 把股市一直往下挡 所以说这里来讲 美国股市上个礼拜的大跌 是不是要跟各位讲说 给这些理事们讲说 你的货币政策不能太阴派 不能太 你可以升 市场都可以去接受 但是你真的不能太阴派 你如果真的太阴派的话 股市这个财户效果 一直在往下缩水的过程当中 对美国的经济还是没有什么好骨子吃 所以说这里来讲 你要提防一个事件发生 就是说 在年前美国股市一直跌 跌到你真的你会怕 我想现在投资本都会怕了 但是我们刚好休假的期间美国股市因为货币政策比较相对的明朗化 而且符合市场预期的过程当中 美国股市可能会走一个大反弹 不管就技术面或消息面两个如果一结合的话 随便一个缓弹 五六%绝对都有 5%到6% 那如果能够涨5%到6%的话 台北股市过完以后 一开盘 随便涨个300点400点绝对都有 当然你可以讲说 我开盘后再去买也没关系 但是我是觉得以目前看的话 我会建议你在整个过年前 你如果手都没持股的 最好都拉到四成到五成 那到底要买什么个股才能够安心过年 对不对 你应该问我这个问题吗 对不对 好第一个很简单 金融股 金融股其实这一波大家都其实很多人都想要买金融股 尤其从来没有买金融股的 大家都想买一些金融股 因为其实今年金融股来讲确实是不差 确实不差 那以金融股来讲 你看哦 今天来讲 你看护帮金 完全是开地走高 你看护帮金 已经来到了 拉到季线了 你看最高点在这个点的时候 我说你这里真的不要追了 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讲 这里绝对不要追 你看马上一二三四五六七 又回到季线这个位置 那我请问这边能不能买 绝对可以买 绝对可以买 国泰金 我说人家先看68 所以到68的时候 我在节目当中提醒 你不要再追金融股了 但是如果说你想买金融股了 这里就是一个买点 这里就是一个买点 已经来到月线了 已经来到月线了嘛 2883的开花金都一样 你看今天到月线 刚好打到月线 留一个长线线 有没有就拉上去 所以你看今天来到17块8是不是很好买点 你今天买17块8收18.45 你马上价差就六毛钱了 所以说其实啊 这种个股来讲都是一个相对好的买点 相对好的买点 所以如果说你不知道买什么金融股 那台积电当然你还可以买 台积电我们才差你十几块都还OK啦 这边月线守住了这个大盘要涨 台积电一定会攻的啦 他现在已经变成大盘上下 今年开始台积电已经变成 有非常对大盘影响的一个一档 个股已经很明显了 大盘跌他他跌大盘一定跌啦 他涨大盘一定涨啦 不会像去年一样他都缺席啊 去年大盘在涨的过程当很多他去 他现在不会了他跟大盘的联动已经加深了 而且量能都已经出来了 都已经出来了 好那台积电连电 连电你看最近有什么跌 今天你看打到半年线的位置 是不是很好的买点 是不是很好的买点 你看连电一半年线 你多久没有碰到半年线呢 你看半年线在这里 上次半年线在53块 上次的半年线附近在这里58块 哪一次在半年线附近买你没有赚到钱的 哪一次在半年线买你没有赚到钱的 你看又回到半年线这附近了 你看你上次这边买嘛对不对 上去没有卖又怎样 还不是在这里整理 还在半年线之上 所以连电你可以买吧 1月25号他明天要开滑说吧 不会讲太差了 不用太担心 不会讲太差 我看外资今天还是卖了 看到今天股价表现 外资对他一定还是站在卖了 然后你会立基电也是啊 你看立基电来投资吧 你看一下立基电 每次到年线的位置是不是都买点 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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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赚6块到7块 投信这里都会慢慢在买了 所以你说在这里来讲 你一个中线投资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说至少上半年 你说啊那是 你要说金元代工成熟自成 明年来讲就会开始摔了 真的开始摔吗 就像去年大家讲货柜来讲的话 今年不是大家都要算 去年 去年算今年 的获利来讲 大家不是说会摔吗 就算到二三十块吗 现在大家都慢慢往上估啦 至少最差的最差都看到三十块啦 然后讲到货柜 来你看最近 今天来讲最强往是阳明 你看阳明到连线了 好已经来到连线了 这是不是个中长线的买点 我觉得绝对是有机会的哦 好是有机会的哦 你看今天最低就到96.5 连线的 连线就在96.09 你看到连线他就开始反弹了 当然这里来讲就短线的压力是还没止跌哦 好再没止跌 现在就短线跟连线这里 那这里能不能止跌 当然你有的 我就上礼拜报告 你以后不要卖在这里 我说阳明债查 今年一定有配四块钱给你了 你卖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 嗯老师 你会说什么货柜价格会往下跌啊 是啊 大家会讲说大家会往下跌啊 货柜上个礼拜五 上海集装箱指数还报五千多啊 如果以五千多平均的连 就是今年来讲平均都是报价五千多点 然后扬明可以赚到六十块啊 长荣扬扬明都会赚到六十块以上 现在来讲 大家今年估还是可以到跟去年差不多 没什么成长性啊 但是股价跌到这里 你说他光一个价值投资 你觉得有没有 你说他价值投资就会不会涨 我请问你吗 所以这里谁在卖 谁在卖 你去看着很清楚啊 到底谁在卖 谁要把筹码卖在这边 长线的这些十几二十块的在卖吗 但是卖到这里来 我那时候在一百二十几块这边破的时候 我跟你讲嘛 我说他一月三号的时候 新的个股 新的私募的六十七万张的股票 在原页上就可以卖 而且他破了十字线 所以你有扬明的先跑再说 我们也是带会跑了啊 先跑再说嘛 因为破十字线嘛 因为那个讯息就跑了 整个一叫隔天 就一直就直接就跌下来 然后直接就往下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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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跌到今天真的跌到连线这个位置 那既然跌到这个连线的位置来讲的话 你需要卖到这边吗 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 亚命法人有人看到一百六十八的 你说法人看到哪准不准 我说本来这种个股来讲 他的波动跟他的基本面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跌到一个相对的低点 只要他的基本面真正还在的话 我跟你讲 他还是会涨 他还是还是会把基本面克服上去 还是会涨 还是会涨 那像长龙 这波长龙跌的比较凶 你可以注意到 因为长龙在这波跌的过程当中 他比阳明外海真的相对抗跌 反而在破季线的过程当中 最近来讲他跌的比较快 今天最低跌到一百一十点五 跌到一百一十点五 当然第一个外资 你看外资也稀得 你看上个礼拜五 卖多少张 两万五千多张 融资四千多张 融资一直在破 你看融资已经破了这边的底部了 这边的融资两万四千张 就上个礼拜五来讲 融资已经破到了二十三万多张 有没有 已经破到这个底部了 这个底部的融资已经破了 但是股价也没有破 没有破 没有破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你说这里当然双重压力 融资也在减 那可能这是丙种的 你看这边从这里融资一直降 从二十八万张一直降到二十三万张 这边降了五万多张的融资 外资这里也一直在砍 但长融今年外资随便估 配多少16块 配16块 那老实配16块怎么用 今年获利如果大幅衰退 那假设你若这样想 那广方向上跌到这里 如果说他今年以法人 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报告的 今年长融比较乐观的 都还是估到四十六四十八 相对悲观的最差 对我到三十块以上 EPS最差最差了 我看到最差最差的 就是比较保守 这我到三十或三十二了 那你说跌到这里 你真的要把股票卖在这里吗 不需要 那你说老师 那这里要不要买 你如果这里敢买的 你如果敢买的 过年前敢买的 你就先小买 先test一张 不要大部位进去 因为这边从技术面来讲的话 还是劣势 完全还没有扭曲到 你看他连那个五四千块 压在这里啊 都会压在这里 今天来讲也是勉强的收一个小跌 0.5元而已啊 所以这里来讲 你当然你用一个摸底的想法来讲 你可以慢慢买 好慢慢买 但是不要一次就把钱收押收 他说这边是底部 对不对 你说以阳明都到连线了 那如果长荣会到连线怎么办 对不对 长荣连线现在在哪边 102块 我是觉得应该不会来才对啦 是不会来啦 因为他技术面来讲比阳明还强嘛 那阳明今天是到年线 阳明本身就走比长荣弱弱 所以这里货柜你如果在年前你想摸底的可以买 但是不要买多 不要买多 但是呢这里可以密切观察 但是你有的跟上个礼拜我讲的一样 不要把股价卖在这里啦 不需要了 真的不需要了 股市如果说这里来讲 如果长荣除非长 知道长荣今年只算他剩10块20块了 你说他股票跌 我就觉得我可以接受了 但是如果说今年还要30到40块的话 就反正现在所有的报告 连外资都调高到目标价296块的 我跟Stanley 都调到296块 告诉你今年去年赚42块 今天可以赚到46块 然后46块 然后配多少 配股息16.8 那当然你说他也外资来讲 还不是 那可能大家不一样的派系 至少他报告是这样写的嘛 所以这里来讲 你要站在比较理性的思考 去思考你的股价 不要所有的股票 完全都在破底的股票 你都全部都乱上 你长荣要卖在这里都已经太慢了啦 最漂亮的点是140几块 这里破实现就先走再说了啦 这里卖都太慢了 真的都太慢了 你这里没卖的话 你说卖在这里 不要了啦 真的 投资朋友不要让你这样子 这样乱抓操作过程当中 其实你必须要探紧啦 说实在 对不对 有时候股票套一下 忍了一下 也许真的就回来了嘛 好一直就回来 但他的技术面还是要让他去扭转 好 这是一个 我觉得货柜来讲 你可以的 那接下来有什么 25 他不用看啊 25是零花科啊 零花科啊 已经拿到季线了 今天报纸不是讲吗 多少 今天报纸讲 零花科今年赚7个股本吗 我不早就跟各位报告了 有没有 零花科全年拼赚7个股本 今年估71块吗 早就跟各位报告 那些报纸今天也出来啦 那你零花科赚7个股本 那么请问同志没有 以零花科来讲的话 你这里有什么好怕的 以零花科这里来讲 可以写 对不对 以零花科这里来讲 我今天头说你有什么好怕的 已经来到季线了 你看 大盘也回到季线以上了吗 他只是在那边做整理而已啊 你看1,070块 他本益比多少 差不多15倍 才15倍 投资朋友 他才15倍 但你说零花科就成长性来讲 去年大概赚67块 66块 今年赚71块 就是一个状况吗 有成长 但是成长没那么高吗 所以说本益比也不能给他太高 但是你说以零花科 如果大盘一指纹来讲 这种公司 你只要回到 比如说好了 回到17倍 18倍 因为回到这个相对1200块的位置来讲 怎么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 打击尾还是有可能吗 就是没什么问题的吗 对不对 那接下来有个什么族群 矽晶元 矽晶元 你还是可以留意 今天矽晶元股票 矽晶元来讲的话 目前来看的话 真的整个基本面真的非常不错 所以你看今天的矽晶元的股票 算是在有一点顶先其他的在止贴 你看6182的合金 他已经把昨天那根上礼拜五跌300多点 他那根黑黑 已经有点在补回去了 有没有 那3532 合金今年都要赚4块7 你看台胜科 今年估赚一个股本 你看今天已经突破了十字线 有没有 你看到这边来讲 你看大盘一直在往下摔过他 他在这边就一直在整理了 所以矽晶元这一块 当然你说你买台胜科 你买合金 合金当然相对比较便宜 相对比较便宜 当然就是88的环球晶 你看四创来讲 要等让四创的整个讯息的 相对厘清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原则上 他的产业来讲 目前看也是没什么问题 他这一波在跌 就是德国政府 他可能会干预 他整个四创的状况 好 那个别股的部分来讲 你可以留意不少 4961 4919 讲错了 新唐 有没有 你看新唐是不是今天到十字线 马上又上来 有没有 我说他搭为十字线 你可以买啊 132 138 是不是133 132这里 是不是十字线 他已经开始已经稳定下来的个股了 为什么 我其实讲得很清楚啊 今年赚十块钱 八块钱 八到十块钱 本益币才几倍 合理吧 14倍 15倍而已吧 你说 你这种个股 你要他跌到里面去 所以打到十字线 就是你一个买点嘛 你看今天是不是打到十字线 又可以让你买 你买了 你今天转转线 赚了六块钱啊 对不对 这就是在节目当中 我跟各位讲你可以留意的啊 这一波有在抗跌的个股啊 好 你在抗跌的个股 那像一些 迷你LED的 6278 你看台表科 今年赚17块 跌到这里 月线了 都可以买了啦 我们现在是小套了 我没有卖 我这一波大概144都没有卖 蛮可惜的 这就下来了 但是我想说这一波来讲 反正就 这里 没有像台阶做的比较灵活一点 没有连我一点 我们还在 我们还是有 但是赔了4块钱 赔了4块钱 那这里来讲的话 今年要赚17块 赚17块 所以说这里来讲 也没什么好怕的啦 对不对 有什么好怕的 赚17块的公司 今年Mini LED的元年而已 那反正当然就10倍 就看170啦 所以这种个股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你可以留意的吧 你看他今天他整个线型来讲 月线也都没有破 月线都没有破 你航空族群 你说最近华航长龙航 被杀了一塌糊涂 连季线都破了 你说这边位置摔吗 我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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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其实这一波 你去看他中轴的位置 从这个期涨到这里中轴的位置 比如说16.9你去算 我没有算 其实刚好就回到中轴的位置而已 这个中多的位置都在 这第二波 你当作第二波的针 还要走一个第三波 以他的基本面 今年可以赚到3块6来讲的话 因为常常 常常感觉比较强一点 这外置可能就比较强一点 但都一样 都一样 都一样 所以说货柜航空来讲的话 你看长龙他最近机师 他这样货柜的机师要增200多 一个月二三十万 能不能找到不知道 至少货柜这一块来讲的话 今年还是蛮旺的 那面板这里来讲 我是觉得有点抄跌了 这里已经抄跌 我个人觉得这里已经抄跌 最近的今年的获利来讲的话 外资他想卖你也没办法 你看头巾就一直买 但是今天来讲 你看短线将这边都抄跌 你用面板也不需要卖在这里 就等就好了 等就好了啦 当然线型来讲是有点 整个变区劣势的 但是面板往往在整个线型变差的过程当中 他突然就突然就串上去了 反正外置都这样玩 反正在线型好的时候 他跌给你看 线型不好的时候 他又长给你看 你去看链板的状况 大家就你看又回到连线了 对不对 是不是回到连线了 所以你看他过连线整理 然后再下来 这连线来讲的话 你今年获利其实4块钱 去年7块 这种股票 你说这跌到这里 这不需要都是 都是你可以留意的个股了 都可以留意的个股 反正也就是评价都叫你 可以叫你买进的个股 目标在比这边还远很多的 都可以过这边的新高 所以你看我就跟你讲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大型的个股 中小型的个股这里来讲 我们讲OTC最低215有破 你看又收上去了 中多的格局 长多的格局 他还是没有被破坏掉 对不对 中轴215 这是最重要是他长多格局 他半年线217又回去了 半年线217又回去了 有没有 所以这里来讲 他已经开始出现止跌了 所以这里台北股市 你不要看太淡了 不用看太淡 所以为什么跟各位报告说 你在这里过年前持股 一定要拉到四成到五成 你不要零持股 你零持股来讲的话 你可能在这一波 这个大缅股大反弹 你就能够错过去了 那今天我们有传了名阳 永冠KY 黄将 AES这些个别股 到我们会员的 到我们的网站 公会员做参考 好 股市龙传 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 就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的问题 或想加入会员 欢迎任意点选标题数 会到出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 按进去 会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把姓名电话号码 股票名称及代号写完 那要入会的上方 让你选择 提完资料按提交 股市里马上会跟你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用 影片又相关QR Code 扫描 加入LINE的族群 做互动也可以 那欢迎投资朋友 订阅股市龙传 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有盘前焦点 盘后解析 每天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 祝各位投资朋友 操作顺利 赚大钱 谢谢各位 记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